現在是在跟立法院接觸的時候 資訊處尤其還蠻熱心蠻友善 他們也希望能夠透過跟一些公民團體 跟一些不同的社群來合作 希望能夠把立法院的開放資料做更有效的運用 那其實透過這樣的一些聯繫過程中發現說 其實很多官方他們也是希望能夠做一些比較進步的一些事情 但是其實有時候礙於他們一個公務體系 或是他們資源的不足 所以還是需要一些民間的力量來協助 來達到把這些既有的資料可以做更有效 讓更多公民可以參與 在這上半年協助我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用公益的方式協助我們 將我們的網站的架奏 甚至協助我們去做一些使用者調查的分析 我們今天也請了像立法院這邊的官員 以及可能是一些助理 第一線直接在處理這些資訊的國會的助理 以及可能關心這些問題的一些民眾 或者是工程師 大家用各種不同的角度 以及用自身擅長的能力來去做一個交流 大家好,我是信安 塞口關鍵字,家榮昌國會助理 打敗張慶忠 謝謝 大家好 張慶忠,我是打敗丁守忠 大家好,我是家榮 黃國書的助理 要找黃國昌的電話 真的不要再打給我們了 把各國他們已經開放的程度 每個國會開放的程度 都丟到一檔上面 然後讓大家去比較說 各國國會在不同資料相處的開放程度 有什麼差別 我們希望來做出一個發言搜尋器 那強力追求前段後段工程師 爬資料的高手 以及國會狂樂者 謝謝 這個專案也許不是今天就能夠完成 可是我們可能透過幾天的努力 也許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能夠產生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這樣的一個專案的好處 是它在網路上面 它就是一個開放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使用 那這也是一個黑客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每一個東西都是開源 然後並且漸進協作 我覺得沃桃舉辦這一次呢 開放國會中的活動 其實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說 讓更多的年輕人 可以藉由這個活動 然後參與到 開放國會資訊的一個重要性 我會做這個網站 就是因為我第一次投票的經驗 很不好 因為我就是不知道投誰 然後家裡叫我投誰 我就投誰 我就開始想說 是不是有一個工具 可以輔助我來投票 那是不是也有很多台灣人 跟我一樣有碰到這個問題 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就做出了這個網站 那呈現的除了有中選會資料 當然還有這個立委在立法院實際工作的一些記錄 我覺得說我們當一個立委 本來就是要公開給人民 所以我們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意義也相當好 也對我們更大的一個體力 好 這真的是一個歷史畫面 大概是史上真的是第一次 不同黨派的委員 在立法院這個場合 同時站在備詢台 是否可以先承諾我 我只有兩個問題 請你先承諾我 第二個問題 你一定會回答 報告 報告委員 是不是可以先告訴我第一個問題 好的 公聽會的過程 抱歉委員 我想你並沒有聽清楚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 公聽會的制度 現行的公聽會制度 那讓我很驚訝的是 我覺得每一位質詢的朋友 他提出的問題都非常的專業 也就是說其實大家 對於公共事務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我覺得這一次我站在備詢台上 接受民眾的詢問喔 我覺得其實我也可以學習到一些 就是說從民眾的角度 怎麼看一件事情 就民眾他關心的議題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列入優先法案 請給你20秒的時間 謝謝 要有40秒的時間 OK 好 我覺得 委員喔 問我們時代力量 這個問題真的是太善良 對我們太好 因為我們只有五個人 所有記者每天都在問我們說 你們怎麼形成決策 我說我們在Line上面 或是Message上面 就可以形成決策 我打得上要怎麼公開 Line不能拿來公開 我們每個禮拜二早上有黨團會議 之後 它是一種開端 像今天假如我真的是以為他們真的是官員的話 他們給我的承諾 我就要去追後面 有關於例如說他們今天承諾某個東西 黨團的資訊要公開 要公佈 一般人不會知道這些 他們只會說質詢就是 喔 就看到很高興 其他東西他們看不到 但質詢後面還有可能你要立法 可能要去追蹤 可能要去做一些後續的考核 那其實才是重要的